孩子是教得好的,圣贤教育是根本,做老师做父母,要像一个雷达一样,时时刻刻在观察孩子对孩子身上的问题,随时要有反应,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,这个是最重要的。 通过细节来观察他,到底有没有养成好习惯,比如说把一切东西都摆放端正,整齐,观察孩子无意中的这些细节,就能判断得出他是否养成这种习惯,需要注意,养成习惯是从心里养成的,怎么形成呢? 从小教的,人不可能没习惯,你是要让他有好习惯还是坏习惯,好习惯确实要费心,你要真的像雷达,像监视器一样在这盯着,但是时间并不长,顶多一两年这孩子习惯就形成了,不要怕难,反过来叫不言,就是老师很懒惰,养不叫,你不管叫他,这个父母的过失犯了,在这两种情况下,随他去吧,忽略了, 那么不管他的情况下,他各种散漫的坏习惯就养成了,坏习惯一旦养成,他整个这个思维习惯,生活习惯就不严谨,甚至会因为粗心大意,疏忽,要他的命,严施出高途,严在何处呢?就是生活中时时处处都要教学,不让一点陋习在孩子身上形成。